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捐赠70箱的纸尿库给创世新店分院 院长张淑娟就表示持续三级警戒 让他们发票和物资募集都更加的困难 非常感谢大新店有些电视爱心不中断 让植物人朋友可以获得安心照顾 大新店有些电视从2014年开始办理爱心 到创世捐赠纸尿库活动 帮助创世基金会新店分院院生 可以获得安心照顾 今年持续爱心公益 院长张淑娟就表示 由于疫情关系持续三级警戒 民众外出减少消费 相对发票募集更加困难 感谢大新店有些电视带来及时雨 让捐助物资不中断 去年同期跟我们六月份比 全台的创世基金会 其实发票量少了两百多万张 这对于创世基金会 植物人的照顾服务推动上 是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在新店区的大新店有线电视台 带来我们满满的爱心 为我们植物人的照顾 带来70箱的纸尿库 真是为我们的植物人照顾服务 带来一场及时雨 让我们的服务能够 不会因为疫情影响而中断 大新店有线电视总经理王显生表示 爱心到创世捐赠纸尿库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七年 这次捐赠了70箱 希望能在疫情之下 让植物人的照顾可以不受影响 帮助社福单位挺过疫情难关 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影响 让他们在防疫物质跟照护物质上的 收集更加困难 那大新店有线电视 从2014年开始 那我们每年都有规划 捐赠我们创世基金会 宴期的一个植尿库 那今年已经联系第七年 那这次我们捐赠了70箱 那希望能帮助到 创世基金会挺过这个疫情 自从发布三级警戒 所有公益活动都喊停 使得创世基金会 新店分院在照护物质的取得上面临窘境 而一位植物人平均一天 要用掉10片尿布 消耗用量相当大 大新店有线电视 期盼透过这次的捐赠活动 抛砖引玉 呼吁各界持续关心植物人朋友 一起送爱温暖社会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三级警戒持续延长 对餐饮业的影响相当大 而在夜期期间 拼防疫也要拼商机 在新北市的板桥 有22家的店家 他们就串联 发起了板桥没有输的 加油互助计划 除了提供多项优惠之外 也提供了医护人员免费餐店 三级警戒对于餐饮业影响巨大 为了在疫情期间 拼防疫也拼商机 板桥在地22间店家 发起了板桥没有输 店家加油互助计划 串联了甜点店 早餐店 咖啡店 服装店等店家 除了推出许多优惠 也免费提供点心 给警销医护人员 为他们加油打气 新北市长侯友宜 得知消息之后 特地前往感谢店家 自主性发起暖性活动 板桥跟中央 还有三级板桥 而且是板桥 重中是重 所以你们很重要 你不知道我讲话的意思 你们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们年轻会 给他们希望之后 板桥帮我们撑起重中之重 店家表示疫情爆发后 营业额至少少了一半 但仍想尽了办法 在疫情之下开创商机 影响至少有掉一半 但是还是想办法调整 可能可以外送外带 尽可能把它零接触 可以购买 新北市进发局表示 非常感谢餐饮业者 一直以来配合防疫政策 也希望大家用正向态度 面对这次的疫情 并且欢迎市民朋友 支持新北餐饮业者 外带美食在家享用 相信只要同心协力 就能打赢这场仗 记者陈晓旦采访报道 现在三枝区的西瓜 正式进入到产季 以原生种的总统牌大西瓜 最为有名 也有适合小家庭食用的 凤光西瓜 不过三枝的西瓜 出名的原因 不坏乌就是在田里 种到有将近九分熟 才摘下来食用 是香甜好吃的品质保证 持续进入炎炎夏日 三枝区的西瓜 也进入产季 以原生种的总统牌大西瓜 正为出名 也有适合小家庭食用的 凤光西瓜 个头较小 红肉多汁香甜 而其实三枝区 西瓜出名的原因 也不外乎是在田里 种到将近九分熟才摘下 可以说是香甜好吃的 品质保证 它因为熟度够的话 口感就会比较好 然后再来 真心讲的会刷刷 再来甜度也比较高 水分也比较高 相对它就比较不能放 运输的话 也不能运太远 所以变成说 北部这边的话 自己送都还可以 如果西瓜要宅配的话 我会觉得 不太是 个人来觉得 因为这边都较九分 较九分就是熟度 都八分熟九分熟了 它相对它皮也会比较薄 比较薄的话 就不会放那一笼 每年六七月 就是三枝西瓜的产季 与花东大西瓜的嫁接品种不同 三枝大西瓜的大小 一般来说 会比花东大西瓜来的小一些 不过家庭结构的改变 三枝西瓜的大小 刚刚好就适合小家庭来食用 切开直接吃完并不困难 节省冰箱冷藏空间 西瓜产季是现在开始到什么时候 现在开始到差不多 在两个礼拜差不多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那来这边品尝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 可是如果是说北部台北这边的话 其实也很希望说来支持一下小农 或是说台湾农业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变成农业来讲的话 它销售相应的话会比较累 比较困难 而三枝西瓜的西瓜不分品种多数都是 九分熟食彩下 不耐久放与运输 因此市场销售多数是在产地 可以说是市面上难以见到相当珍贵 因应疫情期间 可以采取电话订购 预约来取货 既能品尝到隐藏版的水果 又能避免群聚风险 记者要品汉三枝采访报道 居住在泰山地区 一名92岁的李老先生和他的妻子 在日前捐赠了100万元 给新北市政府 要来协助泰山地区作为防疫经费 市长侯友宜特别透过视讯 向这一对老夫妻问候 并且感谢他们热心捐赠物资 帮助地方做好防疫 全国疫情三期警戒至7月12日 使得所有防疫人员更加辛苦 一些家庭经济也受到冲击 居住在泰山地区92岁的李老先生 与妻子有感于次 日前向市议员宋明中提出 愿捐赠100万元给新北市政府 协助泰山地区做防疫经费 他是在上个礼拜 特别打电话给我讲说 他要捐100万给新北市政府 来给泰山做防疫工作 那我说阿伯你90几岁了 是不是全可留着自己用 那我们长者说 他希望说能够 他是泰山的一份子 能够来做一个好事情 现场侯市长利用视讯 向李老先生夫妇问候及致敬 感谢他们在这艰难时刻 热心捐赠资金给市府 帮忙地方做好防疫 立委洪孟凯感谢李老先生夫妇 抛砖引玉的精神令人赞扬 相信这样的力量 并能加速打赢这场防疫之战 今天看到李爷爷李奶奶这样子有爱心 而且高龄92岁跟89岁都愿意抛预预的把100万捐赠给新北市府 看到我们医护人员的努力 看到我们侯友宜市长跟市府团队的用心 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 泰山有大家共同把善念聚集起来 我们一定有信心打赢这场防疫的战争 他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节省 但是却愿意把积蓄都拿出来 因为知道防疫期间各项工作的展开都需要金钱 而且他们也特别告诉我们 他们很希望能够帮助这次受到疫情影响的这些辛苦的朋友 我们一定会把阿公阿嬷的这份善的心意送给需要的朋友 社会局长张锦丽表示 很感谢老先生夫妇捐出毕生的积蓄100万给市府 来支持地方防疫工作 将会好好利用这笔善款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弱势民众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 防疫期间各里都忙着消毒防疫 而汐止区的常清理里长 他就担心这个钱币也有可能会沾附许多的病毒 所以他每天都将这些硬币纸钞消毒好 提供给李明来做兑换 贴心的举动让李明感到相当过心 将硬币铜板全都放在塑胶盒里 然后依照比例倒入水还有漂白水稀释 自从本土疫情爆发之后 常清里长成健新 不但每天背着机器到里内的公车亭是着实以消毒 想到里内还是有许多的民众会下山到市场买菜买东西 为了避免前早前带回病毒 所以每天晚上都会将钱消毒之后 白天提供李明兑换 疫情的时候 我这边理办公处 有提供一些零钱给李明来更换 那我这边的铜板都用漂白水在消毒 那纸钞是用酒精 还是吃点安水来消毒 那于是上午在静置 一天 那隔天早上就给新的 有消毒过的钱给他们来更换 虽然多了一道手续 不过却希望将病毒阻隔在外 硬币就用稀释的漂白水泡着 而纸钞则是喷酒精消毒 采访这一天就由李明来换钱 也感谢里长的贴心 让他们出门买东西减少找钱的机会 拿着消毒过的钱也更安心 拿钱到里长家换 那他的钱都有消毒过了 你再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会比较安全 不用钱再找钱 那因此上我希望他们去市场也好 去哪里买东西 都不要钱换钱 一大堆大家摸来摸去 那我们该给多少钱就给人家就好了 这样避免互相感染 不只环境连钱都花了心思做消毒工作 理办公处不但提供李明换零钱 还是消毒过的硬币纸钞 让李明买东西避免钱找钱 减少病毒散播 这程惠玲希子采访报道 没有感追举顺畅 搭配高画质数位套餐 每月只要999 欢迎下旬2917 3939 疫情升温期间提醒您 做好防疫措施 保障你我健康 大兴电提供各项不出门 也能轻松缴费的便利管道 您可透过LiPay 接口支付 橘子支付 线上刷卡 网络银行ATM 官网线上缴费等电子缴费管道 避免零贵缴费的人群接触 欢迎多加利用 让我们共同做好防疫 一起守护家园 台湾加油 在新北市的新庄区 有一家咖啡店 它发起了A餐计划 号召餐饮业 理髮店 以及中医诊所 等超过70家的业者 提供弱势家庭 免费的餐点 以及商业的服务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 特地前往这家咖啡店 感谢店家温暖送爱 新庄区一家咖啡店 发起了A餐计划 号召超过70家业者 提供弱势学童或民众 免费餐点及商业服务 新北市长侯友宜 听闻了活动 特地前往感谢 感谢店家 对社会付出的正向力量 他表示自疫情以来 各行各业都很辛苦 但是大家都愿意投入爱心 让这个社会充满温暖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时期 自己在经营茶连店 或在其他的行业 因为受到疫情的充滞 其实也碰到更多的困难 原来愿意伸出爱心的双手 来帮助更弱势的局局 让他们度过这一个难关 所以指定真的带着感动 跟感恩的心情 来谢谢大家的帮忙 咖啡店老板蔡一帆表示 从5月10号开始就每天赠送10份餐点 希望可以帮助弱势学生和民众 并且透过脸书社团 发起了A餐计划 也因此许多店家知道之后 就纷纷响应 提供免费餐点 宠物饲料 看诊等等的民生服务 那当然也有很多店家 他们也捐便当捐饮料 给福大医院 给台北医院 他们其实有在做这些事情 那所以其实 我相信应该新北市的人 店家大家都很想去做一些事 那只是我们刚好先开了一个头 然后让大家一起配合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在这段艰困时期 非常感动店家愿意 对弱势民众伸出援手 也再次感谢所有参与的店家 能够在疫情之下 团结宋爱温暖社会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台湾疫情有降温趋势 为在淡水的护尾艺文休闲园区 除了在6月初礼来广场 先重新营业之外 从7月1号开始 降节郁金香酒店 也要重新复业了 而配合防疫政策 还跟外送平台合作 推出五星级主厨外送料理 自新冠肺炎本土疫情爆发 三级防疫警戒 许多饭店业者都是直接歇业 而经过将近两个月的防疫 随着每天确诊数字 下降到不到60例 看似疫情有降温趋势 为在新北市淡水区 护尾艺文休闲园区 除了在6月初的 礼来广场 先重新营业之外 从7月1号开始 降节金玉金香酒店 也要重新复业 而配合防疫政策 与外送平台合作 要推出五星级主厨外送料理 主要我们设计这道菜单 能够符合淡水居民 在一般宴会请客的时候 也能够吃到五星级的料理 那我们就从我们的冷菜开始 有我们的卵丝 还有我们的大包片 还有我们的冲相机 再来我们的有一个非常推荐的一个 就是我们战斧猪排 这是我们逆制的咖啡酱 那再来我们的牛腩呢 也非常的受欢迎 这个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算是我们的招牌菜 饭店主厨表示 全新的外带精致餐盒 使用台湾三泉水的鲈鱼 并使用意大利特选橄榄油 煎制金黄色的表面 佐上了墨西哥沙沙酱 更加衬托肉质的层次与美味 而烧烤战斧猪排 同样也使用台湾在地的国产猪 而这些都是使用外送平台下单 在家也可以让大小朋友品尝 主厨精心的烹调 心急精致美味餐点 新新香酒店在7月1号就恢复我们的营业 我们将以最高规格的防疫的规范 跟最高品质的服务 来对待每一个旅客 同时我们也推出全新的开源的优惠 希望可以吸引旅客来访 那让我们降节能够提供 更安心舒适的游园环境给大家 那当然我们也让 为了让民众可以更加方便订餐 我们跟Uber E合作外送 减少我们的群聚的接触 让民众就算是疫情宅在家里 也可以享受美食 护委义文休闲园区的执行长表示 外送服务再升级 让民众不用出门 也能够享受美味的心急料理 并全面实施放在门口 与线上支付的安全措施 确实落实无接触送餐 让在家防疫远距班公和上学的民众 都可以更安心的点购餐点 此外酒店也持续的推广 安心外带自取快餐车服务 来访园区外带美食 不用接触 拿了就走 可以更安心的享受美味 记者许多安逸 在泰山区公园路 有部分的路面出现毁损 为了给民众一个安稳 安全的拥入环境 泰山区公所将会进行 AC刨铺的工程 同时为了避免影响到 日间的车流量通行 路面改善工程将会安排在夜间来施工 泰山公园路 是通往领口的重要联络道路之一 每天都有许多车辆行驶 造成路面部分出现损坏情形 为考量民众行车安全 公所将进行改善工程 将路面刨除重铺 泰山的公园路 正在进行相关的 AC刨铺的一个工程 那因为整体的一个道路 它有一些路基已经有损坏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特别 针对路基做改善 那整体改善完之后 我们会将公园路这一段 再重新刨铺 希望说在防疫期间 我们也工程市政的建设 也不会落后 让提供给我们各位乡亲 行驶公园路的时候 有一个好的一个用路的一个环境 泰山区长林清风指出 为避免工程失作 影响到日间车流量通行 路面改善工程将安排在夜间施工 以减缓冲击 同时为确保道路施工品质 公所也会派员到现场视察 希望说不要影响到大家 所以我们特别选在夜间的时候 来进行施工 整体的工程都会在月底之前 尽量把它做完 那希望说在晚上 行驶公园路的时候 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时候 麻烦就依循我们交管人员的指示 那希望能够对交通 不要造成过多的影响 如果说可以的话 也麻烦大家来改道 林清风区长表示 施工期间造成不便 也请民众见谅 并配合相关作业 期盼能在完工之后 带给民众一个平稳安全的 用路环境 记者虎宇轩泰山采访报道 双溪区 于行李的昆熙 公馆八股 丁子兰等聚落 因为地形复杂 一直是通讯的隐蔽地区 再加上了台二丙线开通之后 贯穿此地 并且衔接双溪还有供疗 有不少的用路人就反映了 在这个路段手机容易断讯 现在通过了这个民意代表 以及驱公所多次协调 新架设的电信基地台 总算在六月底正式启用 双溪区位处偏远 范围辽阔 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关系 成为通讯的隐蔽地带 而于行李办公处 自104年经民众建议 向双溪区公所提出 建设基地台的需求 在经历电信业者协调 用地取得水保申请 及用电申请等种种评景后 终于在各级民意代表的 争取协调下 于29日正式启用 昆溪桥旁的新基地台 平溪双溪共聊等等 很多时候是要 依赖观光 可是其实我们也常常 收到观光客的 Bitback说 他们有一些地方 是没有网路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就麻烦了 各区的区公所来汇整说 区内有哪些地方 网路讯号还不是很方便 然后就麻烦NCC 跟我们 像我们双溪这里 是中华电信负责 然后来开基地台 因为我们这里 其实遇到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我们硬体已经盖好 可是后来又有一些 用电的问题 那中间又透过服务处 在协调 然后还有包含公路总局 中华电信 还有台电那边 那很高兴的就是说 在各方的努力之下 配合合作之下 我们这个基地台终于在疫情期间 正式可以启用了 基地台的启用过程 不仅电力牵线困难 作为防灾型基地台 后续NCC国家通讯委员会 也将补助增设系统发电机 使台风时停电 仍能发挥通讯功能 有效改善渔航里 于灾害时居民的紧急通报 以及台二丙线的行车安全状况 及导航 在100.04年 经理民的欢迎 可以理办公室 向相机区公所提起 经过几年的努力 今天这个基地台 终于可以开动 再次有点感谢 我们丸立委的博物团队 和我们区公所 南区庄 并且是老主任 和林医院的定义合作 受到我们的基地台开动 后对今后灾害疏过 经济通报 都在帮助 拜托各位兄弟 以往渔航里 双和民宿至长滩桥 甚至到丁子兰聚落周围 因为山丘和川湾沿交错 多年来是通讯范围不及的孤岛 而经疫情期间 居民电话报平安 总算不用断断续续 孩子们也可以利用 顺畅网速做远距学习 此次基地台由中华远传 台湾大哥大三家电信共购 改善偏乡 防灾自救的能力 更朝向智能城市的目标迈进 记者稍稍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